以色列在11号晚迎来了犹太教三大节日之一的五旬节 耶路撒冷的枯墙吸引了大量犹太人前往祷告庆祝 有不少人向本台分享节日喜悦 以及对日前乙军成功解救四名人质的看法 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周二傍晚 以色列进入五旬节 大量犹太人身穿华服 有人载歌载舞前往枯墙祷告 根据犹太圣经记载 应在这一日感谢上帝赐予了摩西十戒 有犹太组织在老城雅法门提供免费的水和食物 给所有路过的人以表示庆祝 除了犹太人也有不少基督徒一同庆祝五旬节 问及以哈和平协议 有老城基督徒居民告诉本台 他很难相信哈马斯的承诺 以色列将拯救出四名人质的夏日之种行动 更名为阿尔农行动 纪念此次行动中 因头部重担而过失的指挥官阿尔农扎穆拉 以色列军方指责半岛电视台记者阿卜杜拉 阿尔贾玛尔及其家人 参与了关押三名人质 并在营救人质过程中发生交火 有在一军人向本台表示 哈马斯不可信 持续的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以色列五星节过后到十月初之前 将没有其他重要的法定节日 若以哈之间无法达成人质停火协议 以色列官方很有可能会希望 加速实现原定的军事目标 凤凰卫视胡销一史痕耶路撒冷报道